本身是我們事發的時候 大概在四年前 我們是求助武門 然後我有一次在網路上看到淑娟的一個文章 所以我就寫了一封信給淑娟 然後淑娟有給我們微信 她叫我們去哪裡尋求幫忙 所以我們找到很多人 謝謝淑娟那時候那個說義師部門 才可以撐到現在 然後在這一段期間淑娟跑了好幾次台南 她從台北跑了好幾次台南 去親自了解南鐵這個案 然後我覺得淑娟除了認真之外 我也覺得她很勇敢 因為她寫的是一個明日之星的那個 所以就是比別人還敢就是了 直接講沒關係 她還自稱她叫賴神 她還出了一本說叫賴神 對很多我相信很多人是不敢寫的 可是淑娟她很勇敢 她什麼都不怕 然後她跑了台南的期間 我發現到她對於事情的認真跟執著 結果是從有一次我帶她去那個照顧住宅 她請我帶她去照顧住宅那裡看 結果她就拿出馬表 她請我開車 因為那時候那裡是沒有公車也沒有什麼交通工具的那個照顧住宅 她拿出她的馬表 然後叫我開車載她去最近的市場 最近的郵局 最近的銀行 我相信很少記者可以這麼確實的來記錄很多事情 那這一點其實我們是很感謝淑娟 因為她寫了很多我們男爵的事情 謝謝你 7月2號呢 對 7月2號在內政部營建署巴德路的內政部營建署 要召開藍鐵的專案會議 這一個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刻 然後早上9點半 請有空的朋友過去聲援 謝謝 謝謝 因為我覺得一定要插發 因為大家時間都 後面還有一個那個餐廳的時間有一個控制 那可是我們現場 許利民局長 要不要跟淑娟講解決 許利民局長特別來跟淑娟